我想剛才幾位委員提到的一些部分 能夠不要重複 我就盡量不重複 但是因為這個我們平常在這個質詢的時候 我想很多的人民在看影片 他還是不是完全的了解全貌 所以我想第一個還是先是不是請這個秘書長 再一次說明一下就是 榮民融電基金會設立的宗旨 是 榮民融電基金會 是依據兩岸關係條例第68條第四款 由當時82年9月17號以前亡物的榮民 這些款項原來貸款機關是由退補費 然後這個兩岸關係條例進行這些退補費 進行把這些錢大概10億捐助成立榮民融電基金會 然後辦理下面四個主要的工作 本來是只有第一項對不對 那是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好 這些我現在跟委員報告的 都是兩項關於條例裡面的 我沒有任何增加一條 我了解 這個事項就跟你講的遺產 第二個就是我們看重大意外傷害 救助 獎助學金還有其他福利 福利事項 所以原本最重要的是 亡故榮民之大陸地區 會計上面可能叫短處 但是剛才有委員說這個可以說就是 每年就是都入不敷出 如果在民間經營這個公司 或基金會其實就是負債的概念 但是我想要在這邊就不去 這個光是批評啦 我想要 因為報告非常的簡陋 所以我想請秘書長是不是可以 說明一下就是說 你認為不佳的關鍵原因 以及改善方式 不佳是 也就是每年都是這樣短處 從這個一百年度短處兩千七百萬 一零二年一度到五千三百萬 那今年預算書有 今年的這個是三千九百萬 是 那你認為 這個不佳的關鍵原因 跟你可以改善的 讓他你可以這個致富 的方式會是什麼 從九十八年以前 並沒有短處的現象 因為那個時候的基金來源 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講的知息 那時候的知息可能也高 有六趴有五趴 我們先不談 第二個就是捐贈 我們19年的捐贈只有 我算過19年這個 生前捐贈只有兩億 所以大概每年都是一千多一點 第三個就是 82年以前就顽固了 他在各地農夫 他會繼續進來 錢還沒處理完畢 或是現在剛才報告那個房子 原來都是由各種 會有財產再進來嗎 各農夫處他們拍賣完畢錢給我們的 所以這三筆錢就當作你支出 例如說我們今年的支出是七千多萬 但是當時那個收入很多超過都有一億 那接著的話怎麼辦 因為後來就開始短處了 後來98年之後 不是因為這個錢少了或什麼都不是 是因為98年之後 認為82年以前顽固農民的這些 不能再給你當支出了 只能列入基金 是會計的那個 列入基金就是這一錢你不能動 再不能動 也不能說他是不對的啦 因為一般的在民間的基金會 大家也知道現在資息越來越少 大家經營基金會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在這邊我要問的是說 所以你認為接著的改善方法 因為你不能說這是因為會計科目的不同 所以怎麼樣 如果我們要繼續經營這個基金會 我個人認為這次沒有經過董事會討論過 第一個 我希望基金能繼續支應我們現在 基金支應 因為原來他只要求在 在這個組織當成裡面 或是這個涼管桃 只要求一點事情 創立基金10億 好 是不能動的 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個基金會會比民間的基金會 會開多很多 你知道嗎 會好過很多啦 因為一般的民間的基金會 算說是基金了的 以後就是真的不能動 那你希望說 可不可以把前面的這樣的改變 不過好沒關係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我們有看到 比較多的 一個蠻大大家也都有提到的問題 是土地的閒置的問題 目前我們有 這個土地加上 防射加起來是大概300多筆嘛 土地大概242 防射67 但目前唯一有處理出去的 只有一筆土地跟一筆防射的出租嘛 那這個問題 我也想給這個秘書長一點時間 你認為接著應該要怎麼處理 首先我要報告的是 即使這些82年以前 亡顧的這些北北留下來遺產 交給我們 他也不能列入收入 他還是資金 基金 我知道 他不能接受 第二個是 這些從82年以前交給我 就是亡顧這些 我們不要講 就當時他在生前置薪的話 現在也20多年了 是 我另外報告是 因為這個原來我們不是 直接處分的單位 對 原來處分是各地區融服處 就是全省各地融服處 他在管的 是 一直在102年7月以前 都是農屋變賣完畢之後 把錢 回到基金 但是如同剛剛那個姜委員講的 就是 這些房舍也不能一直沒有管理 所以 也有請說秘書長是不是接著有 要準備說 到底未來怎麼處理這些閒置的 我再會跟委員報告 我們委託專業公司 我們對於這些不動 不動產進行設計和這個再利用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他的這個活化 那麼當然 這對於整個基金會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所以 所以現在基金會總共有8個人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會 為什麼 從現在馬上遇到 會被大家批評的一些事情 以及要怎麼解 要怎麼解決 我會提出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8個人 你可能一方面 你要想辦法讓他不要再入不敷出 這是基金的管理 你裡面有提到 還要靈活運用基金管理 去列出可以投資的這個項目 投資基金 來做這個基金的投資 然後還要做不動產的管理 還要做這個社會救助的方面 辦理貧困疾難之農民一見救助 而這些工作其實剛剛前面這個王定宇委員 也有提過說 這個蔡適應委員也有提過說 其實很多是退伏會自己本身就可以做 因此在這邊我要強調的 那也是這個 這個時代力量一直在討論的 怎麼樣整併 精簡分工專責 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 8個人 的機構 基金會 我們要要求你 又可以做找贊助的單位 可以做活動 找贊助 然後可以做投資基金的管理 又要可以做不動產的管理 然後每一個立委都會要求你 三個月內提出報告 兩個月內提出說 你要怎麼管這300多筆 然後接著你要怎麼樣做出這個基金的管理 沒人那厲害啦 沒有人那麼厲害 你在民間一般要做投資基金的這個事業 怎麼可能才8個人 你要做不動產管理怎麼可能才8個人 你要做社會救助怎麼可能才8個人 結果我們這些全部都要做 但是我們不可能讓你人更多啊 你心裡就沒錢啊 你現在就已經入不敷出 還編更多的人怎麼可能接受 但是又要你做得出來 這個不是原木求魚嗎 我當然會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努力回去 然後找不動產管理的相關專業的單位 但是即便是這樣 如果我們去民間公司來看 你不是自己管理 你委託給別人管 你自己的事業單位也要有一組人 在監督在管理的這個的 所以在這邊我希望 這個主委 還有秘書長可以朝另外一個方向來想 一方面思考怎麼樣 包括管理基金啦 找贊助啦 不動產管理 社會救助 每一項都要做好的這個方面 去研你以外 但是又很擔心 結果都做不好 是不是有乾脆整病 因為我剛剛聽到前面這個主委 也有提到說 有可能是可以朝著這個業務的整病嘛 因為除了第一項 亡故農民之大陸地區 繼承人申請遺產核發這項 快要做完了 還沒做完 其他的項目事實上 以剛剛主委的說法來說 退輔會本身 就也可以做嘛 不管是這個獎學金啊 某一些部分 你說 國小國中高中的獎學金 由退輔會來核發 大學的就由農民農建基金會 其實不一定要這樣嘛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業務整合 然後不動產的管理這些 是不是可以給國有財產署 由他們來整合起來 一起來做 那最後 我們農民農建基金會 他八個人可以做更精準的事 也把事情做更好 那說不定也可以慢慢的整體 就整病到退輔會裡面 那朝這個方向思考看看 那這是我的建議 我當然會希望你們做得好 但是八個人要做好 剛才的這些事 八個人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 結果我們剛才全部的事情 都希望你做好 我可以評估到的結果 是明年又再一次拿出來 為什麼做不好啦 這是很有可能的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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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